疾病疾控中心发布的紧急提醒 沈阳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全域列为重点关注地区纳入预警 另外呢 沈阳已将苏州市全域列为重点关注地区纳入预警 现在对1月31号以来满洲里市来返省人员 1月30号以来苏州市来返省人员进行严格14天居家健康监测 在健康监测起始日和结束日分别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非必要不外出 敌审满14天的24小时内接受一次核酸检测 苏州市满洲里市来返省人员必须立刻主动向社区村单位和酒店报备 按照属地安排 配合做好核酸检测 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 24小时内接受一次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减少社会活动 不得前往公共场所 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月14号12点到24点 辽宁新增了1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沈阳报告1例 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葫芦岛市报告17例 2月14号12时至24时 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增17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均已转入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病情稳定 现将病例主要形成轨迹公布如下 确诊病例73 确诊病例74都是男性 家住隋中县加杯盐乡 洛丈子村木敲沟组 形成轨迹相似 2月9号凌晨即下午在洛丈子村核酸检测点采集核酸 2月10号到12号无外出 2月13号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75 76 77 为一男两女 同为隋中县加杯盐乡 窝岭村西沟屯居民 形成轨迹一致 2月9号 10号分别在村部采集核酸 其余时间居家无外出 2月12号早上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78 男 家住隋中县高电子乡 冯家屯村杨树沟屯 二月9号凌晨到高电子乡冯家屯村部采集核酸 中午到张川菜店购物 2月10号上午自驾到高电子乡 行家超市购物 下午到高电子大药房购物 后到昌盛食品店购物 晚上乘坐120救护车到隋中县人民医院就诊 2月11号下午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79 男 家住隋中县加杯盐乡 窝岭子村西沟屯 2月7号上午去王少为超市购物 随后去上房子碾盘沟亲戚家聚餐 中午到下障子村亲戚家聚会 后到另一亲戚家聚餐 2月8号上午到康庄核酸采集点采集核酸 2月9号上午到窝岭村村部采集核酸 晚上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80 男 家住隋中县加杯盐乡 上房子村黄土坡子组 2月8号无外出 2月9号步行至上房子村部采集核酸 2月10号步行至碾盘沟采集核酸 2月11号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81 男 家住秋子沟乡 十丈子村 2月9号10号居家隔离 未外出 2月11号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82 女 家住隋中县加杯盐乡 上房子村碾盘沟组 2月9号凌晨到上房子村部采集核酸 2月10号下午到上房子村碾盘沟采集核酸 2月11号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83 男 确诊病例84 女 同为隋中县加杯盐乡 窝岭村下小岭屯村民 形成轨迹一致 2月9号到下小岭屯采集核酸 2月10号11号居家隔离未外出 2月12号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85 男 家住隋中县加杯盐乡 窝岭村小椎山屯 2月9号无外出 2月10号到本村采样点采集核酸 2月11号无外出 2月12号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86 男 家住隋中县加杯盐乡 窝岭村上小岭屯 2月9号到本村采样点采集核酸 2月11号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87 男 家住隋中县王家殿乡 王家殿村 2月9号居家无外出 2月10号凌晨即下午采集核酸 2月11号凌晨转运至隔离点集中隔离 确诊病例88 男 家住隋中县小庄子镇小庄村小庄子屯 2月9号居家无外出 2月10号早上到隋中县医院采集核酸 2月11号到隋中县医院住院 2月13号核酸检测阳性 14号转运至葫芦岛市传染病院隔离治疗 确诊病例89 男 2月7号到2月13号 在隋中县加杯盐乡 王家殿卫生院内工作 在院内职工宿舍居住无外出 2月13号就地隔离 葫芦岛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配合防控 减少出行 同时请大家关注个人健康状况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一旦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 要立即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并尽量避免乘坐交通工具 眼下疫情防控仍然是重点 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把防疫这根弦绷紧 注意